那小明你拿那一台 专用的那一台 专业仪器夹上电瓶按下按钮 还剩多少寿命马上知道 如果剩不到30 可别掉以轻心 会瞬间有可能在隔夜之后 就瞬间掉到剩下个位数 天气一冷 电瓶最容易出问题 因为低温的时候 电瓶它本身的那个 电阻值会比较大 而且它的引力值里面的化学成分 流动性会比较慢 所以性能就会降低 所以电瓶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发生问题 胎压也是必检查项目 数值在32到36都算正常 但小心空气会热胀冷缩 气温下降来讲的话 可能会误差个4度 常常一到天气的 车子要开的一瞬间 发现车上的警示真的在亮 所以胎压不足 车上激了厚厚的雪 寒流来袭想开车上山更得小心 不只性能受影响 更怕路面结冰 湿又滑 公路总局针对高山路段 台七甲线挂雪链才能进入 台七线8点后预警性封路 台八线和台十四甲线 部分路段封闭到明天早上 这一次是确实是比较扩大 夜间四线比较不佳 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地形区域 我们可能夜间来采取预警性封闭道路 天气急冻 可能再现雪白美景 但千万要注意爱车状况 上路前做好万全准备 大熊 随城 燕一铃 台北报导